歡迎收看美國專訊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墨西哥灣海底漏油事件發生兩年後 當地的生蠔業還未恢復 有很多消費者仍然心有餘歸 不敢在當地吃生蠔 是我們的記者哈達維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報導 兩年已經過去 但這一場災難已經令到 科林斯兄弟的生活冒著落 尼克和他哥哥保羅都是第四代的養護者 尼克的兒子已經12歲 就好像他父親的一樣 從小就跟著家人學養號 尼克當年的工作是有保障 但尼克現時是沒有把握 漏油災難發生不久後 當局設立了一個200億美元的基金 科林斯豪業公司就得到4萬4千美元的賠償 其中尼克是獲賠1萬4千美元 但他說根本都不足夠 華盛頓律師 范白格受BP公司以及奧巴馬政府的委託 落實基金賠償 尼克和他自己本地很多民眾都批評說 賠償金發放不當 但范白格就表示當地人深受其害 言出必重 你必須要明白 人們都悲哀悲 死 身體傷害 經濟失 非常感情 在漏油災難前 科林斯豪業公司平均每日收獲60至80代的生股 重達2700至3600公斤 但在去年生意衰退到要停業一段時間 從科林斯兄弟公司入貨的幾十年沒有主顧 現時不跟他們做生意 蘇薩利和他的哥哥經營的P&J生蠔加工批發共事 他說現時只剩下兩名的兼職員工 他還說最難做的是解僱和他一起長大的員工 BP公司最近發表聲明 說他們已經跟漏油事故受災人解決了賠償的問題 但是尼克說他並沒有收到任何的東西 他還說即使是收到了 他只能夠希望做到收支平衡 希望將來會更好 希望下一代會更好 記者哈特維 路易斯安那州採訪報道 美國馬里蘭州對夫婦化腐紐為神旗 他們利用回收的電腦電腦板 製成首飾和辦公用品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蘇俊的報道 名媛 一個美麗的紅綠綠記錄 然後一個小的黑綠綠記錄 我曾經在航空市 然後從鋼製造成鋼製造 Debbie·阿倫姆搞創作 並不缺乏廢舊利用的材料 她什麼都可以利用 從廢舊金屬片、電子元器件 到電腦的電腦板和芯片都可以利用 Debbie有美術學位 所以她就搞美術 她和丈夫喬爾創辦了一家公司 叫做三環電路 在當地的工藝展覽上 介紹他們的首飾產品 和其他產品 這對夫婦當的產品系列不斷增多 公司大部分的產品 都以廢棄電路板為基礎 然後添加懷舊古珠、金屬塊等有趣材料 這些從手機中回收的電路板很受歡迎 這對夫婦說合作了20年 他們的婚姻關係變得更穩固 現在阿倫姆夫婦不再前往工藝品市場賣貨 而是在網上銷售自己的產品 記者蘇俊的報導 多謝收看美國金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阿倫 阿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